对着警车狂踹 中国今年初因为禁止燃放烟火 爆发大规模抗议潮 如今跨年夜近在眼前 政策却突然出现急转弯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审查认为 关于全面禁受禁燃的问题 认识上有分歧 实践中也较难执行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近期在报告中认为 全面禁燃烟火爆竹不合法 就连中国官媒央视也发布文章 呼应部分舆论 认为中国人辛苦了一整年 有权利欣赏烟火秀 烟火第一股流洋花炮 今天开版第一字版 竟然烟火令有望松绑 也带动市场表现 不少硝酸产业链生产商 股价一度大涨超过20% 除了为经济表现带来利多 不少中国学者也认为 方烟火乃是中国数千年来的 传统文化 出面力挺支持 节日本来就是一种仪式感 如果没有了形式上的载体 你说谁还有兴趣去了解背后的文化呢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放烟火是旧传统 表示炮竹声很吵 想要安静休息 甚至指出烟火家具空污 影响身体健康 有人表示应该限定区域 和放烟火的时间 但如何有效监管 又是一大难题 北京当局自从2018年开始 就以改善空气品质为由 陆续颁布烟火进燃令 不仅加强严格取缔 还鼓励使用电子烟火 如今却法杂湾即改政策 央视也一改就调 跟进宣传 不仅让地方政府措手不及 招令戏改 更让中国民众无所适从 三天新闻新闻报导